晚上七點多天色已暗 推著貪車的婦人獨自走在路上 她推累了想停下來休息 這時一台休旅車朝著她直衝了過來 婦人見狀想閃 卻來不及被迎面猛撞 整個人拋飛後重摔 貪車上的物品散落一地 駕駛撞到人沒停下 還加速討逸 沒有她的救護車也沒有什麼 就直接就跑掉了 婦人被正面撞上後倒地不起 而她的貪車就停在路邊 鐵條都以歪曲變形 手部骨折 全身擦磋傷 被撞飛重摔 還好她沒有生命危險 只有骨折 居民說婦人平常在市場 擺攤賣腳擺損 每天都會經過這條路 應該在六點多的時候 應該是房屋市場賣完的 要回家 要回家了 僵人撞飛後兆逃 女駕駛倒案聲稱 不知道有撞到人相當離譜 而在南投 這名婦人則是自撞電線桿後 連人帶車摔進水溝 上 上 上 經銷道場查看 第一時間還看不到婦人 直到把機車挪開 發現她不偏不倚 卡在寒管內動彈不得 她那個寒動下去是一個 跟她是呈現一個提琴 所以她的腳剛好是 卡在那個提琴的地方 婦人卡在窄小的寒管內 消防廢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將她拉出 幸好人沒事 但婦人自撞電線桿後 又精準的塞進寒管 這機率實在是相當罕見 現在中正嫻 曾偉強 紀委中站景城 苗栗南投採訪報導 行車記錄器拍下 汽車開在路上進巷弄 結果和前方一輛機車交繪時 直接被撞上 機車騎士蹦的一聲撞上名車 但騎士看起來 竟然想直接騎走了嗎 阿姨 等一下 你不要動 阿姨 你不要動 你不要看 騎士撞上名車 結果竟然想直接騎走 車主頻頻呼喊不要走 阿姨 你這樣報警 你這樣報警 你不能走 阿姨 你走這算走頭 你如果站起來 你會讓警察抓他 你不要說清楚 但不管車主怎麼勸導 都好像沒有用 你不要騎他 你真騎的警察就要抓 騎士加速離去 留下車主實在好無奈 明明撞車了卻還照逃 事情就發生在高雄鳳山 二十五號下午兩點多 駕駛開車上路遭騎士撞上 造成車門毀損 光維修就要十七萬 因報案並在場等候 以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六十二條規定遭開法 甚至悲傷 刑事肇事逃逸行走 相當狹小會車時要特別放慢速度小心 但沒有想到騎士撞到車 還裝作沒事騎走 不管車主怎麼勸導 就是不聽 先跑再說 肇事逃逸 恐怕不是好辦法 記者高雄彩方報導 海上天空竄出黑色濃煙一艘東港級漁船發生 海上燒船意外 船頭到船尾幾乎整艘船陷入火海 火燒船情況危急 海巡單位接獲通報立刻出動兩艘海巡艇支援 在漁船兩側左右噴水搶救 下午一點多漁船未在鳳鼻頭漁港外海失火 幸好漁業署船隻就在附近 出動船艇海上接駁搶救船員 船上一共三名台籍船員和八名外籍船員 11人棄船逃生 縮性全數獲救上岸 沒有答案 海巡艇陸續抵達造船位置開始滅火 並與漁業署漁建設號共同救起船上11名船員 海上漁船失火索性沒有釀出船員傷亡 而起火原因是機械故障 或是其他人為因素 都還要進一步調查理清 記者黃遜金線中高雄報導 小碗內黃黃綠綠還混合深綠色雜質 一旁就擺著開過的雞蛋殼 你敢相信這竟然是雞蛋嗎 有民眾反映9月18號從超市買回台農雞蛋 變成這副模樣 懷疑這是來自巴西的進口蛋 混入本土吸血蛋一同販賣 而行政院長陳建仁 卻在隔日26日公開表示 這是假消息呼籲民眾不要受騙 民眾貼文也消失無蹤 難道是政府查到什麼了嗎 我們的機查到處去找 都沒有找到說有這樣子的情形 網路上傳的並沒有看到 真實的單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也無從去判斷說 他是本來就這個樣子 還是說經過什麼樣的特殊的教工 行政院表示沒查到具體試證 而發文的男子之後更強調自己沒作假 也沒刪文文章是遭到社團管理員刪除 貪農工作人員也來聯繫過他表示 可以退壞一盒新的雞蛋 更強調賣的都是國產蛋 但從行政院長不認賬 這種粉飾太平的做法恐怕更難 讓民眾安心 另外進口蛋只要經過魯製煮熟 巴西蛋也能變成本土蛋 同樣引發恐慌 食藥署上午宣布要求業者 從九月二十五號開始 四大超商以及八達業者 主動揭露加工蛋品的原料原產地 利用立牌 掛牌或是標籤清楚標示 而所有產品包含白煮蛋 魯蛋 茶葉蛋 唐辛蛋 都在範圍內 如果標示不實 未來可能遭到四到四百萬元的重罰 如果是混合產地的情況 則兩地都是標明 實行半年後 如果確定入法 將有兩個月預告期後上路 到時候如果仍然發生標示錯誤 就得面臨重罰 這裡請王一廷 台北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